大家好 歡迎收看Price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Carmen 之前和大家看完台灣電腦節 當然要看香港電腦節 一連四日在灣仔會展舉行的香港電腦通訊節 2022 今日正式開始 今次由我帶大家去現場看看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分享給朋友看 我們今天一早來到會場門口 就見到之前在網上登記 抽中了激安大購賞的朋友 10點就準時過來買激安產品 今年電腦節的主題是元宇宙 大會的左右兩邊分別是電競體驗區 和數碼轉型專區 而中間就是電腦品牌和參戰商的攤位 今年的攤位有超過200個 我們在現場都見到很多款不同的電腦 由入門款至高階款都有 部分的電腦品牌 還有擺到2022的新機款出來 例如是Acer Predator 拿眼3D電競Laptop 可以追蹤用家的眼球 讓用家不用戴3D眼鏡 都可以有拿眼3D的遊戲和電影效果 另外這一部年頭在CES 2022展覽會 預告過的 ASUS Sample 17 Fold OLED 摺疊式手提電腦 優先登陸香港 而且會在電腦節道首現真身 雖然還未正式開賣 不過如果大家對新機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電腦節道看看實物 而隨著WiFi 6E的普及 見到不同品牌都開始推出WiFi 6E Pro的Walter 這部全亞洲首賣的Linksys Hydro Pro 6E AXE6600、MR7500 三頻Mesh Wi-Fi 6E路由器 正式在會場發售 另外其他電腦周邊產品都可以在會場找到 例如是電競椅、Keyboard、Mouse、Hard Disk 之後就和大家逛逛電競體驗區 大會今年安排了各類的遊戲比賽 給入場的人士體驗和觀賞 裡面會舉行Pudgy、FIFA22 和聯盟戰棋的電競比賽 我在現場時看見都覺得很刺激 今年電腦節 除了有電腦產品和家電展覽之外 還有香港科幻片、明日戰記的電影宣傳 有NFT模型和手機遊戲可以試玩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去電腦節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再做不同類型的影片 所以記得訂閱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那就一定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了 你們會不會去電腦 我們會不會去電腦 看到沒有那麼可怕